我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家长们有的时候过于单纯了 以我家来举例 前几天家暴的事情一出 我很害怕就把那个视频转到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群里 我爸爸回复我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像我一样的男人多 他说这句话并非是不幸 因为我家我爸爸是好男人 一直照顾我带孩子长大的 还做家务 我跟他分享了婚内家暴的概率是70%到80% 可能这个数据有误 但是很多男人回到家里是不干家务 不管孩子 然后他就感到很诧异 然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他老了 和我小时候的一样单纯 并不了解现在的婚姻是怎样的一堂烂迷 可能有人会说他是装的 但我要说他不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 单位里消息也十分闭塞 然后我的观点 我现在不给大家念这个女网友的评论 我的观点 其实这一代女网友的父母大多数都是70后60后 最多也就是比我大10岁60后 你再单纯再天真 你还能天真单纯到哪去 而且比我岁数大的人 肯定都知道1983年的岩达是吧 那时候风气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还能不知道 我上一代就是我父母那一代是脱农的第一代 农转飞制商品粮 在体制内做这个有编制 这个是国家吃这个公家饭的那个手脚 第一代这种女职工有多累 其实看看自己的妈难道不知道吗 就是女网友的妈看看自己的妈 女网友的父母看看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像就跟我是同一个时代的吗 那我看我父母那一代那都是女人辛苦啊 然后我又看我这些就是周围的 就是说我的家族的亲戚跟我 当然他们比我大几岁啊 但是我看他们都是除了嫁给妇人的 说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家庭补妇的 基本上女的都非常辛苦 如果是嫁个像我二姨家的二姐 她不就是这个做那个小学老师吗 这个她老公的经常失业 然后她生个女儿 她老公从来不给她带孩子 家务她全包 那我二姐真的是挺辛苦的 然后就我这一代人呢 我就觉得啊 因为什么呢 你就是你看不到 就是说就是自己的可能自己的婚姻还行 但不代表说你周围人的 或者说比你年龄大的 或者你上一代的 你都看得到大体的情况是吧 像我我这样的 我基本上就是 我都没有那么辛苦 只有说只能说在我自己的小家庭 小环境里还行 但我不能说我周围的 都是我这样的是吧 我就觉得呀 就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 你在这么天真 我就觉得你就是装 你就是假天真 你就装单纯 你就不把女儿忽悠瘸了呀 怎么还把女儿 怎么能把这个女儿扫地出门呢 是吧 说白了呀 就是很多生女儿的这个父母啊 管累了 不想再管了 这个资源 养老资源也有限 就赶紧赶走了 打发走了 自己这个养老资源 都不夺出来了 那点想算法 还真以为谁不知道 是的 我再给大家这个 再读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啊 我是简直 简直读 简直是我认同的读的 还是有一些女网友 真的是认为 他们的父母啊 就是二十几岁的这些女网友啊 他认为他们的 四十几岁五十岁的父母 真的是单纯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 主要是怕呀 认同了你之后啊 你会更加恐哄恐欲 这个索性就把你 往这个天真单纯的方向引导 你就顺从听话 正常婚遇就行了 这个你就赶紧滚 把你赶走了 他们就省心了 他不用管你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女网友说 有的是装傻 有的呀 是相信自己孩子呀 不一样 肯定不会这么倒霉 相信自己孩子牛逼 这个会看男人 眼光独特啊 这个有眼光 不可能这么倒霉 看这么一个 找到这么一个垃圾人渣啊 然后呢 还有的呢 是信息的 接受渠道太少 这个也不否认 但是信息 接受渠道 但也再少 像我上一代 就比我大几岁 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 那那么多 多子女家庭 你看看周围亲戚 亲戚众多 你现在像我父母那一代 哪个不生个六七个的 那你你就是没吃过猪肉 你说你自己 我自己婚姻告特别好 那你看看周围人呢 你看看亲戚啊 没吃过猪肉 你还没看过猪跑吗 装什么天真呢 然后呢 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还有网友说啊 上一代的人啊 对这个幸福标准 定得太低了啊 或者说呢 社会对好男人的标准 定得太低了 比如说我妈呀 我妈死得早 这个 我我死爹啊 就会吹 他自己是好男人 他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你看你妈得了癌症 我好几年 没有跟你妈同房 我守得住 这个我这是 这个禁欲 这就说明我是好男人 然后你妈就很感恩我 我就他妈奇了怪了 就我妈自己 靠自己实力 长出来的B 让你用 那是客气 不让你用 那是他的他的权利啊 就没有说他不让你用 他得感恩你是吧 那这一说 那是个道理啊 这不胡说八道吗 但是呢 那个时代 就我父母那个时代 包括我这个时代 就是你的B 你结了婚 你既然不给你老公用 那你就对不起你老公 你你老公就有用 你的B的特权 当然中国法律 他也没有这个 什么婚内强奸法 基本婚内强奸 没有这个判的 所以中国法律 他从社会 到这个法律 从这个国家体制 他都在POA 女性 他给你的这个 好男人定的标准太低了 然后呢 这个你看 很多人啊 百分之就是我知道的 至少是七成的 这样吧 就是我 看着我所有认识的啊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呢 不打老婆 就是幸福的婚姻啊 还有的呢 呃 这个大多数人啊 就是自己生病啊 后孕产的啊 这个老公都是不问不问 不问的啊 啊 如果是呢 丈夫呢 偶尔来照顾一下 那就幸福的婚姻 像我那个 二姨家的那个大表姐 他对他儿子 好儿子定义就是 啊 他做子宫肌瘤 切除手术 他儿子给他那个 倒杯水 那就是好儿子 哈哈 他在我家 他儿子在我家 比我小了 大约十五六岁吧 在我不知道我家 在我宿舍啊 洗衣服 都晾衣服 他挂在那儿 他不把他抖了开 他就那么 我我 我让他这个 从我洗衣机里 拿出来啊 晾衣服 他就这样的 这个态度 这不就欠揍吗 就是家教不好啊 他说 你到我这儿住着 他妈我伺候你啊 那我就欠揍 我就想揍他一顿 然后呢 这个 而且呢 这个男的呀 就是在我这一代的 基本男的在家里 都摔手掌柜 都是火大爷啊 没有这个做家务的 做家务说出来 男的嫌丢人啊 说什么 我这样就没有男人气概 没有阳刚之气了 而且呢 很多啊 就是说 女的呀 在家里一点话 也全都没有 只要男的 说说表现的好一点 哎 那就好男人了 啊 这不就他妈扯淡吗 然后还有的女朋友 评论说啊 这个不正呀 说下话啊 他说我们家亲戚啊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男人出轨离婚的 但是呢 我妈呢 还是坚信呢 只要我擦亮眼 找对人就一定会幸福啊 反而我爸自己他就出轨 他觉得婚姻就这样吧 啊 嗯 让我好好工作 平时一样 啊 然后这个还有个女朋友 就是比较这个直接啊 他说 不是不知道啊 说这个长辈啊 不是不知道 就装傻啊 我爸有个口头传啊 就是我三下两下 来那么两几下 就解决了 就是打人呗 打老婆呗 然后就听他说这句 我就知道这个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就知道上一代婚姻怎么回事 这不就骗人吗 装什么几唇呢 是吧 然后还有女朋友说 他们俩擅长装傻 而且呢 擅长遗忘 这个还有对女朋友说啊 我觉得上一半是大部分会放败 身边人的优点 不用看到缺点 然后还有个说啊 也许啊 他们呢都是经验主义啊 这个认为自己都经历过了 不会错啊 可不知道 世道是一天天在变的啊 比如说啊 这个婚姻中啊 女方的父母觉得对这个女婿好啊 女婿就会对他们的女儿好 可现实根本就不那么回事啊 你女方的父母啊 越对这个女婿下贱啊 这个女婿就越普心啊 什么回报是根本就没有的 只会让男的觉得我这么好 他们才巴结我的 反而对女方更加不当回事 啊 世道变了 以前的经验是用不上了 这个 还有呢 这个 网友说啊 因为我妈啊 他们接触的上网面积有限 啊 很多都是经过美化的 或者是啊 被那个就是什么心灵鸡汤啊 中年老大妈那种心灵鸡汤 就是什么正能量啊 什么积极乐观自信啊 啊 淡定啊 哈哈哈哈 像我都不信 我这块年纪我都不信 他们还剩我灭迹技术的有限 其实就是什么呢 信息检防还真不是这个网络 给我这一代人造成 是你自己根本就是自己寻找 啊 你寻找就是对你口味的 啊 你需要的 那可不过你就自动自己形成一个信息检防 并不是说 这网上你真的看不到 他们你演戏啊 那么多社会新闻你看不到 然后呢 这个还有的说呀 呃 说以前啊 就是 我觉得这女王 这些女王 这些女王对以前的婚姻也是不了解 以前的一代人也不了解 啊 所以以前啊 就是上一代比较吃苦耐劳啊 对婚姻有信仰啊 熟知啊 这一代男的呀 根本不负责任 婚姻是什么呀 啊 自己不喜欢就离婚啊 让女的心身出户 啊 光着屁股赶出去 啊 这个 还有就认为呢 父母辈啊 信息渠道非常单一啊 其实呢 也不是 上一代的也这也这样啊 上一代的信息也没多单一 东家长西家短 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网络 串门的特别多啊 就是穷人办事的串门的 东家长西家短的 基本上信息都能穿起来 也没有说的那么闭锁 尤其是农村的 那就更不用说 哈哈 你家是今天晚上吃了啥饭啊 基本上半个村都知道啊 然后像那种以前的那种住在工房区的啊 谁家打老婆 谁家打老婆 谁家打孩子了啊 也全知道啊 就在一个这个住宅 就是那种平房小区 那都是平房 怎么能不知道呢 听不到 没张耳朵 没张嘴巴 然后就觉得说上一代的男人有责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代女网友啊 对上一代人的误解 其实上一代人也这样啊 就是基本上上一代就是我这一代 还有我上一代 就当然我妈 我办的不是农村的 然后他们是脱了农的 也是女的又要两头伤啊 又要做家务 又要工作 还要带孩子 男的就什么都不干 但是现在呢 就更糟糕 以前的至少呢 就是男的不管什么 没有什么婚前婚后的差事 只要结婚都算是夫妻两个的 当然那时候婚前还没财产呢 是吧 其实房子没那么贵 不是贵 那时候房子是公家发的 我小时候的公家分的 谁一结婚 就是那个单位 要不就男的单位 要不就女的单位 也分个宿舍给他 然后他没办法这个结婚了 那个时候是公有制嘛 就不存在什么这个国家财产 那个婚后这个什么 对好像婚前财产什么的 反正都是国家的 对吧 现在呢是因为私有制 然后房家又搞这么贵 然后才把这个 以保护这个婚前财产的名义 其实就把女人就净身出户了 把女人吃得更狠了 女人进入婚姻就啥都没有 就是完全的奉献 就是工具 好 然后再继续